胡师傅在宁波工作20年了 七八年前开始租住在海蜀区高桥镇 他介绍 之前房子里有一台二手空调 2021年 他通过已旧换新的形式 花1580元换购了这台养子空调 他买空调的地方 它是包安装 给我安装好的 不知道是第二年 第一年我就抱过小窝里有一箱 采访时打开空调 制冷没有问题 不过机器里一直传出异响 风力越大 响声越大 条尾风不响的 就是开大一点的风 它就响了 6月多 2号还是7号就开始暴袖了 现在已经7月17号了 一直没有给我解决 打电话 他们都忽恙退夜责任 这台养子空调的说明书写着保修6年 胡师傅说 之前联系过品牌方售后 也联系过销售空调的门店 都没解决问题 他们说是那个 就是说那个院安装问题 安装的 我又把安装的人员找到 他又说这是主机的问题 你听说这个是安装的问题 这是主机的问题 记者陪同胡师傅找到当时他买空调的小湖家电维修部 这个的话要售后去判断 我不能去说什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如果说售后说是安装问题 他重新装了好了 那重新安装的费用 这个我付都没关系 那如果说 那得会儿我又装了 售后说还是安装问题 那我怎么说呢 小湖联系了自己的上级经销商 对方提供了一名厂家工作人员的电话 这是两种情况 一就是机器本身质量有问题 对吧 这是在我们的三包协议里面的 如果是因为安装问题导致机器损坏 那这个也是不在三包范围里面的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 他到胡师傅家里查看过空调的情况 负责售后维修的师傅认为 跟安装有关 接下来可以再安排其他售后网点的师傅上门确认 就是根据你目前去看的这个情况 如果说就是直接自费维修大概需要多少钱 最坏的打算也就是只有留坏了 对吧 大概100到200块钱吧 经过沟通 胡师傅决定等下一位售后师傅上门后 再跟销售方小湖家电谈谈 记者也把问题反映给了品牌方400热线 188黄敬眼 记者报道 使用白线 黄敬眼 记者发生了 脸不会发生了 脸 黄敬眼 记者发生了 脸 黄敬眼 记者发生了 脸要看更多 脸进化 雷敬眼 记者下转眼 记者发生了 脸敬眼 鳍眼了